新年快樂 戰進關不了 關不了戰進 大家好 我是彭文正 歡迎你們繼續來鎖定我們做我們鐵粉 今天呢 在我旁邊這一位是台東縣議員03天 呃03天有幾個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它是我們失落的 我們找尋失落的戰友 你知道這個世界多巧妙嗎 我們在2019年4月22號 政經看民視最後一集 不是忽然被腰斬嗎 其實我們那一週 已經本來跟這個 林三天林議員約好 但他跟我說那一週呢 只有禮拜五有空 就是約好了4月26號來上節目 所以我們是一個爽約的製作單位 因為他當他要來台北上節目的時候 本節目已經不在了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 要找尋我們失落的戰友 就把林三天林議員給找來 林議員很特別 他被民進黨開除黨籍 是怎麼一件 19... 差不多20年 差不多2014 2014啦 五年啦 因為度日如年比較久一點 那他很特別 他是現在台東目前 民進黨籍的議員只有一位 但是他是 我剛剛跟他講說 那你算是泛綠陣營的第二位 他說NO... 我是深綠台獨的第一位 就是一個這麼堅持理念 堅持價值的議員 那私底下也很多報社記者跟我們提過 林議員為了他的這個堅持他的理想 他槓上了台東縣長 那台東縣長那時候是黃建廷嘛 他槓上了黃建廷 他是唯一一個沒有補助款的議員 就是什麼都沒有他繼續槓黃建廷 其實大家去Youtube看 我看過一集 你跟黃建廷槓上了 那我輾轉認得黃建廷 但是我看他的那個態度 非常高傲 然後他一方面 一方面跟你拔好一方面 對你很害怕 我心想說 縣長對議員那態度這麼兇的啦 那個如果在台北的話 要扛出去啊 可是後山好像對這種 這種威權崇拜比較流行嘛 所以你看花蓮 對不對 這個台東早期的屏東有沒有 一個正太極可以指揮所有的屏東 從縣長到媒體 沒有一個人逃得過他的魔掌 好 那今天我們要來談的就是 呃 林三天議員 其實他很特別 他是標準的外省第二代 但是是 呃 他自己說你不要告訴我 我是綠營 我是深綠的 我是台獨的 你不要把我化成民進黨的綠 那 他的爸爸是1945年 來台灣 來接受 接受台灣的 對 結果 他知道他這個兒子 呃 加入 早期加入民進黨 又把你打斷你的 狗腿 這個狗腿有沒有打斷你 我是在一個非常民主的一個家庭裡面成長 我的父親是非常好的父親 我感念我的父親有一個民主的素養 OK 那這段期間我們在走入 投入在一個民主的運動裡面 喚醒很多台灣有知之事的延續一個民主真正的想法 有到今天台灣的這個地步 我們要感謝 主耶穌基督給我們台灣人有這個機會 嗯哼 那藉著政經關不了 我再度強調 再度在這裡拜託我們所有的台灣鄉親 嗯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沒錯 自己的道路自己走 嗯 那 十年前的我在當的民意代表 因為政客他營造一個政治優勢的一個氣氛 對 就打搖我一個利盈的 那我不欺不擾 我還是堅持我的理想跟主張 要建設後山的台東 對 當然在那種惡劣的環境 我如果要比喻現在的話 就像我們前賴院長 這一次民進黨的出現 可以這樣用這樣研系三次的那種不愉快的那個 研系的那個那個手段 來爭取這樣的出現提名 我相信 在這個此時此刻有很多台灣人 有很多利盈 他們對於這次出現之後的內心的 非常無比的焦慮 嗯 所以我再次的呼籲 不管民主的道路怎麼走 我們還是要開創一個台灣人的新希望 嗯 獨立建國 對啊 其實我覺得呃 03年的議員特別 以前我們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就曾經邀請他來上節目 他也談到當初怎麼樣被民進黨的 呃 人頭黨員 跟黨內的這個遊戲規則 硬生生把你做掉 做掉也就算了 淋去秋波還踩了一下屍體 把你給開除黨籍 但是林議員就是 憑實力嘛 你一路在 呃 台東就是 憲議員其實是一個很穩的 但是因為你知道台東事實上是很藍的 是 這第一個 這第一 第二就是說 這台東很簡單喔 選舉不懂用錢買都有嘛 哦 這通常 如果對政治有興趣的人 可以做一個觀察團 來台東 你就有法度看到後選的選舉問題 到底是怎樣 我跟我們全國的好朋友說 選舉的名字 我們台灣人要自己來改變 沒錯 不可以用那種古老式的 我跟我們的政管長吳俊麗 現在吳俊麗在台東是 等於是一個後山王 吳俊麗 國民黨非常的依賴他 雖然他有很多地方 國民黨不喜歡 但是 卻背後還是非常珍惜 吳俊麗在整個藍椅裡面是一塊寶 是齁 你的意思是說他做得不錯 他可以操縱整個藍椅 在地方上的協議局 呼風喚雨 當然 所以台東現在真正在操盤呼風喚雨的是吳俊麗 對 這是有實力的政治人物 當然他打的牌有很多方式 這個地方的情感 他確實也做到了 也是很經典的 OK 所以他是那種基層耕耘很深的 很深很深 國民黨如果沒有吳俊麗 我相信在台東的選舉 要出頭天很難 台東現在多少選議員 30位 30幾 好我們就不要點名 我的意思是說30個裡面 你覺得沒有買票的有幾個 沒有買票當選的有幾個 都全部沒有買票了 全部不買票 通通都不買票 都是錢不小心掉下來 對 別人撿走這樣子 別人怎麼選舉我們不管了 我們不用去批評 但是我們堅持 是一個台灣的路線 民主的價值 我們做這個民主價值的運動的人 我們就是要排除買票的文化 參選在台灣 來改變到整個台灣的環境 我們就希望說 在我們2020年 台灣人各選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我們有看到很多力量的人 也很憂心 那麼 某一個力量 現在已經傳出了一些消息出來 說選了幾個月 換個票 喔 好 好 這個 這個 我們其實 很早就看到藍營 藍營 像 韓國瑜也好 像其他這些郭台銘也好 郭台銘的廣告 打到真的非洲去了 各位觀眾朋友 我在這邊借個澄清 我們有很好的朋友 深綠的跑來質疑我說 為什麼你在網路上的這個節目上面 廣告時間 竟然播的是郭台銘的廣告 還有點對我不諒解 我滿頭霧水 我跟他講說 對不起 我們用的是YouTube頻道 YouTube在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插播什麼廣告 他問都沒有問我們 他完全沒有問我們 他把我們的商業機制給斷了 我連哭訴都無門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連解釋沒有用 我們去解釋 又給我們一個制式的答案 說我們的內容 沒有創新 然後沒有教育意義 我說全台灣沒有一個節目 比我們更不重複 更創新了對不對 我們創新到 蔡英文討論莫列秀 把我們給關了嘛 那我們節目沒有教育意義 全台灣在這五年 我敢說 沒有一個節目 比政經看民視 跟早期的政經現實批 更具有台灣意識的教育意義 那憑什麼把我們砍掉 所以我說 他說砍 就砍我們的商業機制 砍我們的廣告 我們一個多月下來 大概損失一百多萬 如果以我們現在的這個收視的情況來講 就是活生生拿走了 那麼 我們去問 投訴無門啊 他根本不理你 他給你一個制式的回覆 我們要講的是說 那YouTube要下廣告 他要下誰的 改天下習近平的 我都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去改變任何他們的廣告決策 所以我在這邊 剛好就藉此做一個說明 好 那林議員你怎麼看 就是說現在這場 蔡英文在這次選 選贏了之後 台東這個地方 或者後山這個地方 有一片擁護之聲嗎 大家都也吃幾個活動的朋友嗎 這是一個 民進黨初選之後 一個危機的開始 國際的看法 跟我們現在所做的民調 這其實 民調有很多地方 都可以讓人做操作 經過我長期在關心 關心力量的選舉 在這邊的台東 法連宜蘭 我們就能看到這個 這個縱古 這個線 已經放半掉了 你是說綠營 綠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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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關心 我把它統計起來 大概在 11月24號 這已經輸10萬票去了 輸掉10萬 有史以來在台東縣長選舉 劉招好輸給國民黨的 當選的一個縣長 輸了2萬6千票 算是最多的嗎 是 2萬6千票 你給你看看 過去 我們綠營文總統在中國 在他贏300幾萬票的當時 我們的主力輪 拿到4萬6千 我們的宋水拿到1萬6千 兩個大概差不多7萬幾 對啊 那麼我們的綠營文總統拿到3萬6千 在這邊 數到2萬4千 你跟捐到3萬6千 差不多 就差不多只有12來 這次 立營總統會選票像多少 你算就知道了 所以你非常不看好 非常憂心 非常憂心 台東東部 就是說宜蘭花蓮 台東這個部分 都全部會淪陷 票沒有回來 不知道 可是 這有關系統 這三年多來 因為三百幾萬票 台灣人票的嫁妄 都變成一張坑 是 這現成名 司法改革 對 社會正義 是 這完全都不符合到台灣人 要走動作者的民主前輩 跟我們交代進來的一些路線 都被蔡總統 跟蔡英雄撞掉 台灣人要進行 到今天 在這個時候 要從這裡再找回來 台灣人真無奈 對啊 蔡英文說 沒有 要拚經濟 拚經濟比較優勢 你經濟也沒拚到 吉他最重要 新主牌都拿去燒 你又存什麼 那 可是 可是你看喔 蔡英文的那個 黨內初選 打敗賴清德之後 第二天蘋果民調打回原形 第三天又爬起來 又爬得高 穿得來不穿 第三 第四天 儼然一副 明天投票的時候 橫掃郭台銘 橫掃韓國瑜 這跟你繼承看法 就不一樣啊 這一定很大的落差啦 這我們相信 董事者 後面在玩什麼遊戲 我們都不用去公開清楚 這在這個時候 我們不應該說 在這個三口三口三口 但是無論怎麼樣 我們也是再度保育 做得來顧台灣 這是一個 戰警過期要走的路 我們看到一個主犯 一天一天一直在流行 我們會優心 尤其這邊 香港人站起來 他們對這個 反送中這個問題 又包括我們的館長 跟黃國昌 合理委 可以替台灣做那麼多的事情 我不知道 市政黨 他們要解剖他們的角色 是不是有失落 所以照到別人的力 來顧台灣 這是非常不動 我認為這都是一種 很大的失落 讓人民的期待 入空 對 我要再度保育 無論說言論的價值是誰 這是一個民主國家 民主的體制要走的 在政經跟民視 沒有台北市跟關掉 這引起就很多 相信 有心的人 愛台灣的人 都很相信 所以說政經關不了 繼續我們支持 讓台灣真正的 言論自由民主的 憑惠會 可以在這個部門 可以花光花亮 謝謝 其實在喜樂島 反併吞 包括還有 東奧正明 整個後山 就是03天一個人 我說一個人的意思是 獨一無二 因為後來很多人都被摸頭 有人剛開始挺了一下 後來連胖卡都不敢照相 從頭到尾停到底 而且我們在北平東路那場 他親身參與 那也很客氣 參與 然後就在台下 被我眼尖一看 看到他 我說哎呀這個03天議員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後山唯一代表 就覺得很悲哀 這個悲哀是什麼 我覺得 我手上還有這個聯合國兩公約 我說 今天 我們在推台灣的正名制限 獨立公投 公投這件事情是 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兩公約 包括很多這個 同運團體說 根據兩公約 我們不能夠有性別 或這個性傾向的歧視 對沒有錯 在兩公約當中的第一條 開宗民意告訴我們 所有民族享有自決權 自決權 根據此權利 自由決定政治地位 並且自由從事經濟 社會跟文化之發展 第一條就是民族自決權 自決是什麼 這是我們講的啊 就是公民投票嘛 結果公民投票變成了毒蛇猛獸 我們直接提上自決權的人被打成 還被民進黨打成極毒 所以民族 這個沒道理吧 後面還講什麼 他說 所有民族為本身之目的 自由處於這個天 天然財產跟資源 不得妨礙 基於會員情況下的任何義務 在任何情況下 民族的生計不如剝奪 第三個說 公約締約國還包括了 非自治跟託管領土的國家在內 都應該比照聯合國的憲章規定 促進自決權之實現 並尊重此種權利 所以聯合國憲章當中規定的兩大公約 明白的說明民族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 這是基本權利啊 我們這些主張基本權利的人 什麼時候被抹成極毒 然後那個放棄基本權利的蔡英文 任憑國際局勢的改變 沒有動作的人 卻自認為自己是維持現狀 是最好的選擇 天啊 這什麼邏輯啊 好 現在有個狀況是 03年林議員雖然被開除了六年了嘛 你能說明一下你當初被開除001嗎 開除是民進黨黨內派系的一個硬作 好 那麼在台東縣議員有實習的 那個選舉有實習的議員 對 他唯獨要提名一席 要連暴准都不行 這個 這是非常獨裁啦 那這種過程已經都成往事了 你在從政之前你是民進黨的黨員 第一次參選就被開除 我第一次參選 我當選了議員 我還是民進黨的黨局 對 第二次因為我要暴准 他就不給暴准了 就他禮讓誰那時候 那時候有另外一個議員 他去登記有提名 但後來誰上了 兩個都上 那現在呢 那位議員還在嗎 沒有那個議員現在卸任好 另外一個又提名另外一個議員 我用五黨旗 我是代表深深力 對 這也要說深深力 那麼剛才我們彭教授在講到 人民的一些款 像 這現正的名字 這很重要 台灣人要自己去政策 我剛才要來做節目以前 我去到我們的車頭 去看到我們的民主前輩的環化 非常感動 我在他的民主前輩不敢老婆塞 要講到他的歷史 一生為了台灣的民主主義的 隔壁在政策 很少年太強 他就只有七八年 那時候的年代 競重 官奮三四遍 他不妥協 對 我們台灣人 這種的身鄉 這種的偉大 為這個土地在付出的時候 我們做後一台人 我們要有一個感念 說 台灣今天這個民主主義的隔壁 是怎麼來的 我們要堅持 把這個行為傳承 對 不論外面的誘因多大 我們要有一個 對台灣人的名文 要有一個輸費感 對 所以說彭教授 政策看民事 這是在台灣社會 已經對整個民主的交友 起到台灣人的 一個共同多數人的 人動的心 有人敢競 把節目給他提起 這是一個翻民主的作為 所以我在這裡 也要請訓 來拜託我們 力量執政的人 你比較早就知道 是甚麼叫做 土館的社會 土館的言論 你沒辦法沒錢 把這個政策看民事 給它斷掉 我相信 政策關不了未來 渲染的一個民主的火光 會越來越大 台灣人會更期待 謝謝 其實我在政策看民事 被關掉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上帝給我一個 非常好的禮物 因為我突然就看清了 這是考驗喔 對我突然就看清楚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上帝彷彿在跟我說 我要再重新檢視一下 我做這個電視節目 我出來從一個很安逸的台大教授 出來備受各種攻擊跟批評 喪失了我的退休金 喪失了這一切 我在為了甚麼 我重新好好的去想了一遍 我覺得上帝在跟我對話說 你想想看你到底在為甚麼 我想了一天之後 我決定就復出 我們七天之後 就復活了 我們的節目 那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很感謝 就是我看到了人情冷暖 我看到了那些 民進黨籍的很多朋友 以前他們在選舉的時候 我聲嘶力竭的 從基隆到屏東 為他們站台 呼險 一毛錢都沒有拿過 我從來沒有拿過 很感動 任何情況下 因為我覺得 這是我開心 這是我的社會運動 我認同你的裡面 你要我做甚麼 只要你這個人的人品過關 不管我認識不認識你 民進黨的委員 議員 叫我幫忙 站台也好 陸廣播也好 我有求必應 但前提是說 你的人格 你的人品人格要過關 要過我的這個條件 結果勒 政經看民視被腰斬以後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挺我 連一封簡訊 慰問 都沒有 不會啦 後天要過節喝湯天 謝謝 我突然覺得 是不是我做人失敗了 我想想的沒關係 就準算說 我做人失敗了沒關係 我的理想 我還是要堅持下去 我保證 這個價錢是永恆的 這個價錢最好尊重 我想說 告訴我我會尊重你 那像我九年在議會 為了要打一打到國民黨 回去在後面 強力在執政 我們希望劉早後有一個機會 可以代表力量來政黨輪替 所以說我們為了這個 建設的理想 跟我們的政管長 對抗的共同政策 九年 雖然那種誘因很大 但是我們放棄 就被收頭 那種誘因把任何的 政治的一個資源 我們從歸零 要在這塊鄉土 蔡英文總統不要忘了 我當選的時候 你給我的那個兵 寫了 青年 情政 愛鄉土 對 我們看到這句 我們很感動 從我們一路走下去的建設 跟國民黨 要來對抗 那是一種手段 但是沒有 這個對抗的時候 你所有的副出聯合 人們會幫你當中 他有那麼多盤子 在收聽你 這是心情 所以說 你站在台灣人的角度 替台灣人說到 真真正的 偉意的時候 這個偉意 我相信台灣人 有開始在收購 我們非說不購 可是如果沒有說 這個政黨 繼續叫輪流去添 的時候 就像我們的 外政議長 這邊 他如果不出來參加 総選台灣 社會的民主 那個傑達 真的一時間過來 轉變有這個動力嗎 這就是這個傑達 就是在這裡 對 無論他的過程 是怎麼戰國 我們想說 這個有競爭 有進步 對 所以說 民進黨在這個時刻 我也要很誠懇地呼籲 把台灣過去的價值 所堅持的東西 再把它找回來 這樣才有意義 我們不是說 幫你提供一些意見 補貴意見 你跟我們說 要怎麼去做 我們如果不符合 就說一個違反民主 操作的時候 那個態度 你們不應該對台灣人 用這樣手段 贏三百幾萬票 到底有對著呢 那是一種台灣人 共同的期待和願望 改變 林議員 我知道 你太太現在還是 民進黨 台東縣黨部主委 是 所以你其實蠻勇敢的 你做的每件事情 都是跟民進黨 雖然你已經不是民進黨 我正在處理 那聽說 台東縣黨部 是唯一 少數幾個沒有加入 縣市黨部 連署庭曉英的其中之一 其實我先講 我看到各黨部出來表態 在庭曉英的時候 我非常反感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不是已經 黨中央都已經下令 大家都講好了嗎 請大家不要選邊站 對對對 選不要選邊站 就突然就這樣 而且你看 在黨內做這種選舉的時候 你黨部 你說個別黨員 你要選邊站 隨便你 你要選誰都可以 但是你作為一個 黨務中立的系統 你怎麼選邊站 同樣事情 如果發生在國民黨 你想會被人家笑成什麼樣子 如果今天吳敦義 當然他們私底下都會運作 私底下都知道 誰在挺誰 誰在卡誰 可是文明不就這樣嗎 就是說你不能把他 赤裸裸放在檯面上 對 那是今天國民黨 吳敦義表明出來說 要挺韓國瑜 或者挺郭台銘 好歹你看 他挺韓國瑜挺一挺 他也挺一挺郭台銘 對不對 因為他也不是讓郭台銘 很快的得到了他的 中國共同黨黨政嗎 然後他不是 有一段時間也是按住韓國瑜嗎 什麼被動領表 被動參選 他既就不說挺一個 去打壓所有其他人 可是這種事情 在民進黨當中 就發生了 台東元東部主委 他所表態的心情是 站在台灣一個公義社會 要有一個公義的結構 尤其東部系統 不能蓋住一個黨來選去 這是一個很好的優勢規則 那麼未來三民出選的時候 他就真的 政黨的理由說 可以來共同年紀 這個力量來支持出選 但是你賣錢 你就把他先邊站 這個仇恨 就已經開始 兩者未結下來 對 是啊 尤其我們的羅伊長 是一個真的很青年 很讓人受尊重人家者 你民進黨這邊 當來的粗選 當然我現在不是民進黨員 我們來講這個 是給大家做一個公義的參考 你為什麼 為了不得抽選 你要來變成這個粗選 既然來修羅我們的羅伊長 這話我非常好 很多人很歡感的地方 對啊 而且我覺得 賴院長當然了 我們曾經就是也 揶揄過他說 他這個進選項在選教宗嘛 不過我私下 我還是必須誠實的說 我佩服這樣的人格啦 有時候覺得佩服之餘 是非常不忍啦 有時候也會跟上帝抱怨說 為什麼讓惡人特逞 有點像那個傳道書裡面 有點像約伯的心情啦 就是說你怎麼會 一個好人你怎麼給他這樣子 你讓他落選 讓他五百萬 就這樣 孤苦伶仃打這個選戰 選戰完了還被人家罵 罵完被唾棄 最後還被消遣 我們沒關係啦 我們都想說 這是想對再度一處跟我們考驗啦 其實也是在讓我們有機會啦 對 我們要用這樣保養到太多了 對 可是今天這個台灣社會在裡面 沒有懷疑這種人材 來配合搭配到一個 初選的角色裡面 台灣民主社會的路線 敢不敢這樣走下去嗎 對 不可能 想要很感恩 對 想要很感恩 對 我們要想這樣就好 雖然他沒有出選 就有很多裡面 政治的一些環境的惡例的因素 對 我們不要故意跟討論 我們騎到台灣就是說 我們要說一個公義是非 對 你沒有待會兒在這個言論水分上 你把他做一個 真不對的一個 把政經跟民事關掉 這是受到一個 台灣人的事件 無辱啦 我如果要認真 比較嚴重的話 過去阿扁總統 他知道說 這個TPBS這台這樣 整天在連銷 你把這樣沒力沒力 阿扁會說一句話 言論的多元 是一個台灣的街頭 對 對 我們就是 看來阿扁總統 其實真的有政治在去 對 阿扁總統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是怎樣 你竟然把政經跟民事 這麼好的一個 啟發台灣人的一個 民主教育的一個 好的一個節目 你把它斷掉 你到底要的是什麼 我們不得知 所以說有很多台灣人 現在開始 對我們 都出門總統 有些不理解 尤其這三年 我來有很多 抱怨 他在醫生的問題 公教的一個年金改革 是否有符合當時的需要 的需求跟公平性 對對對 那同性婚姻的裝法 甚至有激盪了台灣社會的 一個家庭的倫理價值 對 而且造成了世代的撕裂 有那麼急嗎 對 你看你現在最近 又把這個公投 又把它收回去 對 我不知道 我們中部的 我們的 好的建議 我們的蔡統領 蔡立委 他如果看到這樣的現象 我想他會真的 成功地毀老百姓 人民主角 就是說 一個國家有需要時 有1%有需要時 可以啟動到 沒錯 人民主角的事情 包括公道 沒有錯 那是基本管理啊 你把這個公道收睇 你到底是在怕什麼 民主政治 就是要不斷 受到國際的批評 指教和競爭 這個政統在 真的來 就是實現到 民主主要的決定 我們要來外來台灣 台灣這個國家 真的讚 我們要看到香港 目前他們的困境 跟這個香港 就是在比照 像台灣人 會進來 加速台灣人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把真真真正的言論 自由 要鼓鼓演奏 拜託 支持 我們的高雄 政經關不了 可以代表到台灣 真真言論自由的聲音 你這樣挺 政經關不了 其實你知道 民進黨 很多人啦 很多人不只是民黨 包括其他小黨 很多人不上我們節目了 因為他們知道 上我們節目 會變黑名單 這黑名之後 他後上天也會過 就讓我們講到啦 會啦 我相信 我覺得林三天議員跟我一樣 除了我們有共同的信仰之外 但我們也是尊重不同的信仰 但是我相信不同的信仰 你也會相信 舉頭三尺有神明 人在做天在看 所以我相信 這次很好的機會 在考驗我們 當你什麼都被拿掉的時候 你被凌入 被修理 我們節目被 攔腰砍斷之後 還回頭 要吃我們豆腐 說我們錢領太多 說我們這個節目 賠大錢 然後 還說我們節目 這個送袋子送太晚了 所以被攔腰砍斷 那當我們這樣子被 呃 一層一層的這個 淋入跟扭曲之後 我們還要問我們自己 你堅持的價值是什麼 你相信你堅持的價值 那這些都是小事 如果你堅持的事情是 不確定的 有條件的 那這些東西對你來講 都是大事 所以我覺得 我的眼淚一天擦乾了 我 六天七天之後 我們決定再復播 而且 我身家性命 跟著賠上嘛 就賠嘛 我看你 蔡英文集團 你還能做什麼嘛 你除了作弊 關政經關 看民事之外 你看你還能當什麼 你能學國民黨嗎 砍我的頭嗎 不會啦 不會啦 我相信 我講一個實話啦 我相信 經過這樣的民主的 一個過程的斷念 把過去不好的東西 藉由這次的黨內出現 包括我們政經關不了 這樣子長期 再給台灣社會的 一個民主價值的概念 觀念 已經開始在發酵了 我相信 也一直很期待說 小英是用真心 要踏銷我們台灣 我以前用木槿 也是有這樣心情在期待 但是這個期待 在過程當中 要聽到不一樣 我相信台灣的未來會更好 不可以用你自己 相信你的獨裁 你的幫助別人 到底在做什麼 我簡單說 司法來改革這就好 葉芳如這款是 小英總統的學生 紀念可以做為情 我們都司法 都沒辦法來自立嗎 所以問總統 你比較少有良知 你就要 試協經過後面總統的問題 怎麼在司法改革 裡面一個很好的告知 我記得 你在 2014年要選去 在台中最好一項 你和我很親自立 有說到後面的事情 事法改革 你有敢打贏過 但是這三年過 你發現有很多 國家大事 要經過很重要的 觀察要做 有很多你無奈的地方 但是你現在要認真 你也沒有什麼保護 向前走看未來的台灣 把我們一些社會 沒有公義的 導致過來 公義社會 包括司法改革 包括一些 為台灣人民所做的 台灣假名 制限 這如果比較大大 我相信台灣人 對你歷史上 跟你領域 是絕對打破了 我們不要用民主 反民主 的一個 台度 曾經為台灣要拼 一個人要堅持 走到那些久的路 他為什麼會一直堅持下去 像我們做一個議員 在地方雖然開始 但是我們要和一個很大的 國民黨集團 在對抗的時候 我們代表意義是什麼 所以要走過路 我們無效會 我們繼續去走 走到最後 我們用兩日 來感動 我們生活平的人 會知道說 我們的堅持 能力 這所有一切的事情 都是有結構 就像 你這樣 會犧牲 一般人都有可能 要去做一種的犧牲 但是你想說 那個犧牲的目的 到底 他存在的結構 是在哪裡 就是為台灣 好 謝謝 謝謝林議員 我給你請教 就是說 你看現在這個政策 如果去看 明年的 一月份 總統選舉 要怎麼可以當 失去這十萬票 自己多少錢 不僅說十萬票 國民黨現在普天在 我買當街 斬甄 接鐵 說一句話 王建平議長 他不想選舉 但是他很可能 會跟我們的國台民 合作 這如果說 夾鎖下去 台灣人有機會 就沒有 我說這個 大家冷靜下去 聽到 過台幣 他存在有存在 台灣的租金 在未來 沒辦法把我們割補 這台灣人有很懷疑 但是有很多 我們沒辦法把我們割補 補正的時候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要承起來 不能夠選舉 再說 要來什麼政策 要來守護台灣的 寸土不浪 這後面 事實在說這個 如果讓你動選到的時候 如果未來 你的這幾個兵器 我們台灣人要怎麼辦 我們聽說 不是一個蔡英文總統 我們聽說 是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的未來 會幸福 跟這個國家主權 跟人權自由的 會結束而已 我們要是這個 所以說 無論你在海角 聽來 無論你來自哪裡 我們都遇到一個 做台灣人的心情 要守這個土地 絕對有福祖 其實我們 為台灣這個苗園行 我們是很小的付出 你看 在車頭現在的方法 我們的老前輩 八十幾歲 在那絕世 現在四十幾天 你看那樣的鐵欄 一天一天消失 定義台灣人的苗園 一天一天 在留室 在逃避 台灣國 到底這個苗園 要走到哪裡去 是我們很優心 再一道拜託 我們所有愛台灣的人數 跟台灣當作是 我們自己的母親 我們無論分 說什麼一分 主要有先來付出 更加艱難 建國 叫這個國家 來建國 讓台灣有一個未來 讓世界各國 讓台灣人的走出來 是一個公民燦爛的台灣國旗 加油 謝謝 加油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